欢迎收看本期动漫星纪元 今天纪元哥要跟大家讲的是 奥特曼中的那些曾经跟大家约定会再次出现的反派 但是一句再会后悔无期 他们此后再也没有出现过 在慢慢在历史长河中逐渐消失 现在就让我们打开时光的大门 来看看那些食言的怪兽和宇宙人吧 第一位美菲拉斯行人 出现在初代奥特曼中 美菲拉斯行人是一个绅士恶劣宇宙人 他来地球的目的 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为了地球人的心 结果连一个地球上的孩子都没有背叛地球 这最终使他失去了夺取地球的想法 在跟奥特曼的战斗中 美菲拉斯行人可以说是不落下风 甚至比奥特曼还要更胜一筹 在空中对拼中轻松将奥特曼击落 在最后的对峙中 美菲拉斯行人和初代奥特曼 同时做出了必杀技的动作 但是美菲拉斯行人率先松手 表示愿度服输 既然没有拿到地球人的心 那我就走吧 以后再来 可以说这个宇宙人 真的是尽显了恶劣又绅士的本色 是一个非常具有个性的宇宙人 他在最后曾经说过 他会再度归来 然而这一等就等了好几年 直到泰罗奥特曼中 虽然他没有来 但是他的地域却来了 而且变得十分弱智 只知道弱博战 而根本不像他的哥哥一样擅长制斗 而且还对自己的战斗力也以为傲 但是最终却被泰罗一拳打穿了身体 非常的没有拍面 可以说完全失去了上一代 美菲拉斯行人的气排 到了孟迪欧斯中 那个做派优雅的恶劣宇宙人又回来了 他的手法跟初代中的一模一样 彻底贯彻夺取地球人新的打法 丝毫不使用武力强夺 当年还以为真的是初代的 美菲拉斯行人回来了 不过后来我补了很多摄影机发现 这并不是当年的美菲拉斯行人 所以大家也就不要太过当真 这只是远古为了纪念初代而特别加热的一击 并不是当年的美菲拉斯行人 第二个波尔行人 出自塞文奥特曼 波尔行人使用冷气将全球进入冰河时代 这是塞文奥特曼的计时期 第一次出现的闪光的情况 也就是在这一季中 远古终于将塞文奥特曼的计时期设定 重新归位 在这之前塞文是不需要计时功能的 而这只怪兽在最后的告别也十分的有趣 大家可以自行欣赏它说话的方式 居然还自带北京的儿化音 感情也是北京来的怪兽吗 查理加 理加奥特曼中有一只令人印象深刻的宇宙人 他在不同的宇宙人中深色匆忙 拥有穿梭时空的特殊能力 往来于各个时空之间 只为了找到自己心爱的怪兽 为了寻找理想中的怪兽亚南加吉 他来到了远古京二所在的世界 正巧看到了这一切的大股也跟着过来了 查理加召唤出了龙僧湖的怪兽亚南加吉 迪加一个人无礼为康 就在这时初代奥特曼登场了 给迪加补充了能量 查理加则是像看到的老朋友一样 说到好久不见奥特曼 好令人怀念之类的话 如此看来 他拥有穿梭不同时空的能力 既认识初代也认识迪加 虽然最后留下了一句奥特曼后悔有趣 但是直到现在也没有在其他的奥特曼中产场过 这不得不说是迪加奥特曼的一个遗憾 因为这一集过后 就是大跌局打加坦节奥的终章了 没有看到查理加的再会 总归有点难过 好了 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本期节目 记得点赞收藏哦 这对我们非常重要 我是吉原哥成兽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